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今天我和大家聊聊几个现代的用语的含义,如跳槽、中庸、坐怀不乱。 为什么讲这几个呢? 那是因为它们的含义是和古代是不一样的。 下面我就和大家谈谈筋骨含义的不同。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,人们更加容易地进行沟通和交流。 发达的交通网络让人们忽略了空间距离。 给大家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带来巨大变化。 所以,工作岗位的变化成为一件很平常的事情。 很多人在找工作,在跳槽。 可是在古代跳槽却不是换工作的意思。 跳槽一词比喻得十分新鲜生动和俏皮。 所以,很多人很多说辞上,都喜欢用它来表示换工作,换单位的意思。 但是,跳槽在古代是非常不雅的一个词。 它大约是圆明间江淮地区城镇的妓院引语。 通俗点说,就是指有关妓院方面的用语。 例如清代徐科的清拜类钞,对跳槽解释得很清楚。 清拜类钞是一个笔记小说,是清代掌顾遗文的汇编,由晚清以老徐科编传。 徐科,袁明昌,自仲可,浙江航线,金鱼航人。 他是清光续间的举人,曾担任袁世凯的幕僚,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辑。 他擅长于文学和诗词,以清拜类钞最为文明。 徐科汇集了野史笔记,家草秘籍,传闻一词与报刊资料。 将清代的朝野亦式遗文,上至天文,下至地理各类人物事迹。 仿照宋拜类钞,明拜类钞体材,分门别类。 按兴致年代,事类相从,编撰成书。 共分92类,约300万字。 徐科在清拜类钞中的讥讽类有564则。 其中三分之一多涉及到官吏或官场。 对于官吏或官场的状况进行了讥讽挖苦,使诸丑态悦然直上。 其用词造句,更有极为夸张刻薄,极为恶毒。 他们把其实的官吏官场,比之于盗贼,奴仆,犬,记,商,不倒翁,定,盖,戏。 我们来看看徐科的清拜类钞,对跳槽解释。 书中解释说,原指妓女而言,为其琵琶别抱也。 辟以马之就饮食,以就别草耳。 后则以言侠客,为其去此事比。 意思就是说,一个妓女和一个嫖客缠绵了一段之后,又发现了更有钱的拙。 于是丢弃旧爱,并寻新欢,如同马从一个草换到了另外一个草吃草。 因此,这种令潘高枝的做法,被形象地称为跳槽。 后来,这个词也被用到了嫖客身上。 当一个嫖客对一个妓女厌倦了,又另外找了一个。 所以,这种行为也可称之为跳槽。 在明代冯梦龙边的《明歌集挂之耳》里,有一首同样含义的名叫跳槽的歌。 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冯梦龙。 冯梦龙生族是1574年至1646年,他自游龙,又自耳游,子游。 自好龙子游,冒怨外史,莫酣斋主人,顾取散人,平平阁主人等。 是明朝南直立苏州府长州县,金江苏省苏州市人。 中国明代文学家,思想家,戏曲家。 无下三逢之一。 冯梦龙少时在苏州、无锡、乌城、麻城等地,做处管客同。 后来科场诗意,内心忧愤,回归故里。 一度出入青楼酒馆,卖文为生。 1630年始成共生,次年受单途献学殉导。 1634年,冯梦龙官任寿宁之县,为民兴力除弊,颇有政绩。 在1638年,他辞官归乡。 于1646年春在冰火战乱中,从浙江泰州回苏州。 在图中,由于心情感愤而逝。 还有一个说法,他是被清兵所杀。 在冯梦龙边的跳槽的歌中,描写青楼女子哀婉的唱道, 你风流,我俊雅,和你童年少。 两情深,伐夏苑,再不去跳槽。 歌中描述,妓女与嫖客互诉忠常,最终达成的协议,就是再不去跳槽。 赵春儿重望曹家庄里,也有类似的描写。 铭记赵春儿的情人疑心,他艳薄自己,毅然离去。 春儿放心不下,敲得叫人打听他。 虽然不去跳槽,依旧大吃大用。 另外,吴语也使用这个词语。 如吴语小说《海上花烈传》第四回写道,那也勿要瞒我,那是,有心来躲要跳槽灾? 啊是! 从上述可见,跳槽的意思非常清楚。 那就是专指风月场中男女另寻新欢的行为。 但是,无论任何行语或隐语,时间一久,就会渗入市井口语。 跳槽一词,大概是近百余年间,从无语,输入到广州方言的。 将跳槽用于变换工作或职业,最早或许只是句开玩笑或嘲讽的话。 不过现在,大家已经习以为常,跳槽也就不再有原意了。 反而变成,变换工作或职业的代名词。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讲中庸之道,下面我们来谈谈大家常说的中庸一词。 我们先说说儒家的经典著作《中庸》。 中庸,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《道德哲学》专著。 原属《礼记》第31篇,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。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型的最高标准。 认为,智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,并提出博学之、审问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、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。 那么,子思又是何人呢? 子思是鲁国人、姓孔、明吉。 他是孔子之孙,春秋战国之际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。 历史上称之为数胜。 他开创的学派被称为子思之儒,与孟子并称为思梦学派。 其主要作品有《汉书》、《易文志》、《注录子思》23篇。 人们一提起中庸思想,许多人便会很反感,对中庸思想不屑一顾。 认为,中庸就是折中思想,是社会糟。 是由华事故无原则,是蒙蔽人们思想的并根,是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。 实际上,中庸这个概念,许多人只是从其字面上加以理解。 认为是过由不及,只两用忠,不偏不倚,不左不右,和取其正忠等。 这样理解是对中庸的曲解。 比较表面化,简单化,未能掌握其真谛。 中庸之道,并不是大家概念中的平均的含义。 它常因人,因事而异,是不断变化发展的,不是机械的生搬硬套。 所谓的中庸,不能简单地理解为,某个中间数字,或欲趋向中央预好。 中庸之道应该理解为,是取其最合理,最合适的部位。 中庸是指儒家的道德标准,为历代儒客,遵循与推崇之道德标准。 中庸又称中庸,意为待人皆悟,保持中正平和,因时至宜。 因物至宜,因事至宜,因地至宜。 儒家的理论根源源于人性。 论语,庸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,其至以乎。 和厌极解为,庸,常也,中和可常行之道。 中庸思想的内涵实质,是要求我们认识客观规律,遵循客观规律。 对任何事物,都持谨慎于理智的态度,不盲从,不躁动,适可而止。 儒家的中庸,首先是指,适宜,符合理的行为。 庸在这里,应该当作作用讲。 中庸的含义,就是使自己的行为适宜,符合实用,也就是符合理。 在礼记,仲尼燕居中,子曰,静而不忠理,为之也,恭而不忠理,为之给,永而不忠理,为之道。 由此可见,孔子所谓忠,是以理的要求为标准的。 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味之忠的忠,就是用来指人的内心世界。 在中庸中,之所以用中指寒而未发的喜怒哀乐之情,是为了说明理是道德准则。 是源于人的寒而未发的内心的。 由此可见,中是内外贯通的。 一方面,中是指人内心的某种状态,即寒而未发的内在要求。 另一方面,中又是外在的,即表现于外部行为上的中道,和语理。 所以,中庸思想不是折中思想。 中庸思想,其实是一种伦理学说,也是一种思想方法。 他强调的是,内心之中与外在的事物准确契合,以达到和谐的效果。 而中的基本原则是事。 度,无过不及,恰到好处。 追求中常之道,内外协调,保持平衡,不走极端。 总而言之,中庸指的是适合,而不是中间的意思。 人们常说,柳夏会坐怀不乱。 以坐怀不乱一词,形容男子在两性关系方面,坐风正派。 其实历史记载,柳夏会和坐怀不乱没有关系。 所谓的坐怀不乱者,指的是春秋时期鲁孝公之子公子展的后裔柳夏会。 事实上,柳夏是指他的十亿,十亿的意思简单理解,就是指封地。 古代的清,大夫,在十亿内,享有统治权利。 会,则是他的嗜好,所以后人称他柳夏会。 历史上的柳夏会,曾被孟子尊称为,和圣。 因其道德学问深厚,明满天下,在当时受到很多名门贵族的推崇。 有一段时间,柳夏会认鲁国大夫,后来遭人排挤。 所以试图蹭,碎尹顿成为一民。 有许多贵族招揽他,但都被他拒绝。 孔子曾记载过他,不再出事的理由,直道而是人,焉往而不三处。 往道而是人,何必去父母之邦? 言下之意是说,自己在鲁国,之所以屡被冲冕,是因为坚持了做人的原则。 如果不改原则,到了哪里,都会遭到冲冕。 倘若真的可以委屈求全,何必舍尽求远,在鲁国,就能够得到荣华富贵。 柳夏会有如此高的德性,自然深受诸子的推崇。 柳夏会,坐怀不乱,是从西汉学者毛亨传诗经的本子中提及的。 且坐怀不乱典故,出于言书字之口。 而真正的春秋时期,并没有关于柳夏会,坐怀不乱的实际记载。 关于坐怀不乱的典故,最早出现在《荀子》,大略中。 这个故事自汉代以来广为传颂,可谓家喻户晓。 相传在一个寒冷的夜晚,柳夏会夜宿于城门,遇到义无家女子。 柳夏会恐他冻死,叫他坐在怀里,解开外衣,把他裹紧。 同坐了一夜,并没发生非礼行为。 于是,柳夏会就被誉为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。 此外,他为人刚正不阿,得罪权贵,多次遭到贬折,但不离开父母之邦,所谓虽遭三处,不去雇国,虽容三公,不义其借。 柳夏会得到了孔子、孟子等人的高度评价。 因为其品德谦后,对理学深有研究。 于是在《诗经》、《小雅》、《相伯的西汉毛亨传本》里,也记载了这样一段与柳夏会有关的故事。 鲁国有个男子名为严淑子,自己独自住在家里,邻居也独居着一个寡妇。 有一天夜里,暴风雨大坐。 寡妇的房子被风雨摧毁,于是来到严淑子家里,请求避雨度过一个晚上。 严淑子却不让妇人进门,妇人问她为什么。 严淑子说,我听说男女不到六十岁,不能同居一室。 如今我年纪轻轻你也如此,我怎可放你进来。 听到这里,妇人就说,你为什么不能像柳夏会那样,用身体温暖来不及入门避寒的女子。 别人也不认为,她有非礼行为。 男子回答说,柳夏会可以开门,但我不能开门。 所以,我要以不开门来效仿柳夏会的开门。 从春秋到元代,时隔一千五六百年的时光。 纵观整个春秋史,根本没有柳夏会,坐怀不乱之说。 乃至西汉时有提及,元代方才形成真正的故事。 人们对柳夏会,在男女关系上正派的。 想法竟是一个传言杜撰。 那么,究竟是谁杜撰了柳夏会,坐怀不乱的故事呢? 有人认为,元人应当是受了宋代成诸礼学存天理,灭人欲的影响。 为了彰显儒家传统道德,教育世人洁身字号,所以借古人做话题。 而柳夏会,因为是古代著名的道德学者,素有以理治邦,执法以平,治国以德的美名。 再加上《西汉毛亨传诗经》本中提到了柳夏会的有关内容。 自然就被元人拿来宣扬了一番,造成了后世诸多的误解。 从而给评价男子品性制定了一个标准。 以上就是本视频内容。 谢谢观看。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内容,请按赞和分享。 也希望你能订阅本频道,以免错过下一期的精彩内容。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。 谢谢观看。 感谢观看